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智慧线又称为人文 脑线在中国首相当中我们正称为人文 跟天文,感情线,地文,生命线合成为天地人三大主线 就智慧线来讲,能够比较长一点 清晰深长一点,代表智力聪明 如果是够深的话,代表思考比较深入 那么没有什么杂纹,代表脑力非常的顺畅 没有什么干扰 那么总概括的三点就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有理智 一个理智人可以以理而行 不理智人可能就会失去了一些容易做事,容易情绪化 如果这个生命线呢 中段出现了一条 往走向无名指 根部上升的太阳线的话 就从这里出发 这样一条太阳线 那么你所之前所付出的努力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你都努力的,会让你周围的交际圈呢,获得一定的名望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往往是容易 之前的积累的人脉啊 到这个,到了一定时间积累之后啊,会利用上 观察生命线呢 除了这个长短,还要看形状 粗细,深浅,宽展 大致的生命线 分成抛物,这个就跟抛物线一样 就这种一条奔登的河流一样 围绕着拇指的根部 表示体能状况良好,身体健康 穿自掌啊,穿自掌呢 就是 这样的手呢,也是三大主线啊 就是手掌中的三大主线 相互不干扰啊 形成这种 比较格局开阔的 这个穿自掌啊,事业心比较重 物性高啊,直觉能力好 因此呢,属于事业上比较容易成功的一种啊 事业跟财运都是相互影响的 事业平步清云 财运自然是会越来越好 名利不分家嘛 好了,有关这个 首相的一些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